昨天我老公呀,专门买了八块钱一斤的优质猪板油 千叮宁万嘱咐,一定要用他买的大铁锅来炼油养锅 对这锅呀,简直比对他儿子还上心 我们破戏俩专门探讨了,怎么炼油,又香又白,出油还多 还聊到用猪油渣包大包的吃,聊着聊着,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说其实大铁锅呢,忍不住又要吐槽了 真的是又贵又大又丑又重,而且还生锈 还不准用高丝球,不准用洗洁精,不准煮汤 用完之后呢,还要烧干,抹上一层油 据说还要养个一年半载的,才能不粘锅,不生锈 真的超级麻烦 终于吐槽完了,现在言归正钻 我们来处理猪板油 先把猪油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再挑一下里面的杂质 这块猪板油既有白毛也有黑毛 也不知道猪到底是什么花色 有些猪板油呢,它是粉色的 这其实是残留的一些血 如果直接下锅熬,油就不白了 烙到大半天的大铁锅终于上场了 无其麻黑的,相机都没办法计较 我们直接凉水下入猪板油 大火把水烧开 再继续煮3-5分钟 把里面的血水和杂质充分煮出来 再捞出 反复多清洗几遍 这样经过焯水和清洗 就可以把猪板油处理得非常干净 干净的猪板油 才可以熬出又香又白的猪油 锅里加入小半碗清水 再倒入处理好的猪板油 先开大火 把里面的水熬干 这个过程呢 我们轻轻的推动一下 防止粘锅 慢慢的水熬干了 油就出来了 熬猪油呢,不需要费心 也不需要搅拌 只需要静静的看着就行 熬到油炸像这样微黄 强暮飘起时 赶紧关火 再放一把干净的小葱 利用油温把小葱炸焦黄 里面的油渣也变得金黄了 放入小葱油会更香 再用提前准备好的干漏网 把油渣给捞出来 我们一定要及时关火 不然的话油渣炸黑了 油也就不白了 现在满屋子都是猪油的香味 真的太香了 我们看看油渣 金黄金黄的 吃起来酥脆掉渣 也超级香 把油倒在干净的容器里 自然冷却 油还没净好 我的生鲜婆婆黄金搭档 就把干菜油渣包都包好了 个个又白又胖 又软又香 一口气吃了四个 真的太香了 说起我这婆婆呀 不仅做饭好 带碗好 哪哪都好 比我老公更称行如意 真是几辈子学来的福费 感觉我都配不上这婆婆了 我们的猪油也净好了 雪白雪白的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雪花糕 冰淇淋呢 用这种方法熬出来的油 又香又白 出油还多 炒菜拌饭时来上一勺 真的太香了 都看到这了 就用你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支持一下吧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